打开摇箱 长辈们的心情如同开奖 老师依序拿出大家的作品 采釉均匀分布 碗里碗外 装饰花纹也清楚可见 虽然只有少部分缩柱情况发生 但老人家自我要求严格 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 一半好像成功的成就的高兴 一半是有那个像缩柱 就好像有失败的感觉 我们要上的平均就成功率比较高 有时候因为那个时间点抓不准 真的要耐心 只有没有耐心做不起来 要自己要想要怎么样做 怎么样上又怎么样上又比较好 比较好上起来比较好看 这是台北市浩然敬老院的陶艺社 2009年成立至今 已经把许多素人培养成捏桃达人 社团依据长辈们的喜好 分成手捏桃或手拉胚两种创作 不少人在这里找到兴趣 几乎天天都来报道 借由这个陶艺的课程 其实是要让我们的老人家 他们的一个生活 有一个重心 然后也让他们从这个创作的过程 获得一些的成就 原本只是来打发时间 没想到却渐渐做出兴趣 随着作品水准不断提升 老人家也越来越有成就感 甚至还有人下订单 要买他们的作品 陶艺社不只实现 长辈们的自我认同价值 也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动力与热情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